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我們講人講事的時候 今天A軍請假,有Sky,還有特別嘉賓 我特意找了簡老闆上來,跟大家講一個問題 就是易通行 為什麼要講易通行呢?因為簡老闆在不了解的情況下 之前就很反對,跟我說過很麻煩,又怎樣又怎樣 但現在他就跟我說,我贊成,覺得很方便,很容易用 所以我就想請簡老闆來講一講他的親身經歷 接下來我們會講一講香港現在的情況 也要講一講一套電影《吸十九歲的我》 Sky 有一點議題想跟大家聊一下 他有些感覺,大家知道現在是復常的,不是通關的 但我們發覺有些情況,似乎是越演越跌 稍後跟大家講,老闆你好,Sky你好 你好,大家好 Sky你好 老闆,怎樣看這一件事?我先問Sky Sky,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易通行? 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真的很想聽一下 好,那我就請老闆講一講,老闆 你那時候為什麼這麼反對? 不是,我初初以為很麻煩 不過後來我上去搞了之後,覺得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 怎麼? 他一上去就叫我下載個S 是 就是易通行個S 這樣就註冊個帳號 我們是的士司機板 不過他也有個叫做車輛鐵 就是關於老闆的 就是每一架車都一定有個車輛鐵 就是你私家車也好 或者我們這些商業車 全部都有車輛鐵的 車輛鐵就是跟車主的 我們那個叫做車總鐵就是跟司機的 其實很簡單的 比如說你私家車的話 政府一定會給你幾張車輛鐵 你放心,一定有 但是 不過我們就因為 因為我們是司機 我就想問一下 你作為的士的時候 車主貼 就是車輛鐵 和你自己的貼有什麼不同? 駕駛者有什麼不同? 比如說我們這個 我們司機 比如說我們那個車輛鐵 不是,我們那個叫做車總鐵 比如說車總鐵裡面不夠錢的話 他就會跟車主拿錢 那就不用令你 譬如說你違反了這個通行 那樣東西 譬如說你沒有交錢的話 他就罰你錢的嘛 就要 那如果他綁定了 你一定要綁定那個車輛的 那就跟車主拿錢先 然後就跟你那個司機再扣錢 其實這些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的 其實有一個情況 我簡單來說 就是你車總鐵和車輛鐵是不同的 車輛鐵 是嗎? 是嗎? 不同的 不同的 是兩人的 你如果用車總鐵 即是你是私家車 是不是? 還是商業用車 不是 是 車輛鐵是私家車 車輛鐵是私家車 車輛鐵是私家車的 車總鐵才是我們的商業車 就是有的士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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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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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是 是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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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們有張卡 我們 我們那種叫做車總鐵 我們是的士不是貨的士 只是跟司機的人 我組家一個我一個我提供一個 另外一個假癡給我們 即是你拿回車總鐵就可以了 每一個人 是的 車總鐵是跟人的 跟我自己的 你明白嗎 嗯明白明白 就跟你自己的 你要付錢的時候 即是你那時候要扣我 之後你用了 是的 是的 又是扣我自己的錢 除非我付了 除非我裡面不夠錢的話 他就跟車主拿回錢 車主再跟我扣 這個沒有問題 這件事 這件事 嗯 那就簡單一點 你不用每次都去過隧道 又要付錢 是嗎 是的 其實是好事來的 你不用停車給錢 停車給錢 你有時才知道 有些左掃又掃又掃不到 大餅又掃不到錢 阻礙很多人 是免費的嘛 整張東西是 是嗎 不是啊 我們司機要付錢的 我們那張車 車總鐵要付錢的 車輛鐵就不用錢的 多少錢啊 你司機 我們那張車 8-2元 8-2元裡面 有38元的行政費 行政費又不能退 哦 明白 即是好像八達通那樣 是吧 好像八達通那樣 是的 好像八達通那樣 譬如說我不愛 我就退回給他 退回他也沒有用 38元也是沒有的 哦 明白 明白 OK 那那個情況呢 那是汽車八達通 是不是屬於 好像是吧 不是八達通 不是八達通 即是類似 好像是吧 那個操作 好像那個 不是不是不是 完全不同的 就好像戒爾通那樣 譬如說你之前那個戒爾通 autot 就是那個 不是autotot就是戒爾通 是 沒錯 就好像戒爾通 是的 這樣的用法 OK 不過現在就是 完全不用人手的 什麼都沒有 連個車都沒有的 連個閘都沒有 就是那個艇都沒有的 對 收費全都沒有的 沒有的 即是直衝這樣過 直衝這樣過的 OK 你不要停 就算你還沒裝 也不要停 你停了 你後面又被推過來 總之你 不是 都疏到很多 因為我看到你用那個 都等很久 是啊 疏到很久 是啊 是啊 它完全完全 現在就好像將關的隧道 那樣完全 哦 沒有閘的 好像機場 那樣完全沒有 哇 這樣差很遠 沒有那麼塞 真的會有機會 很遠的 是啊 差很遠的 是啊 很多的 以我來講 真的好很多的 我覺得 那親身檢疫是最好的 好啊 我們知道其實很差 是 用過才知道 是嗎 有兩位 不要搶咪 一位講完 輪到一位 好嗎 OK 因為大家也聽不到 沒什麼意思 OK 好 那如果整體來說 那時候 其實今次這個 易通行其實是幾方便 是不是 那如果是車輛貼的話 就不同了 車主就給錢 那如果車輛給其他人 車輛貼是私家車的 車輛貼主是私家車的 是啊 私家車 那那輛車借給其他人 那怎麼辦 其他人 你不如借給別人 你不如自己 同時跟他計算 哦 那會不會添了一陣麻煩呢 沒有麻煩 我又不覺得 那不就好像 沒有人借車 你幫人入房子 是嗎 是啊 一樣的道理 是啊 我和你借完 那時候 你借完之後 是啊 我借完之後 SKY SKY 麻煩你啊 不好意思 是 繼續 是 就是一樣的 我用完之後 我就要和你計算 OK 那幾方便一下 這個認同 其實整體上來說 你覺不覺得 現在 香港的科技 開始先進了很多呢 這次這件事 開始 登上祖國 我覺得 哈哈 哈哈 怎樣啊 雖然是這樣說 我於是說 科技開始 登上祖國 我説 嗯 嗯 OK 不過 今次覺得他有少少少強力 他一定要利用 我們這件事 我們祖國 你可以用 ETC 都還有人工 你不是一定用你用的 我們這個 就硬一定用你用 不用都不行 就這樣意思 好 明白了 我覺得挺好 我覺得挺好 是要有一些 是挺好的 是啊 實際這樣實施 其實對大家來說 都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轉變 來的 這個轉變呢 我覺得未來的時候 真是我們見到 就是 不用用紙鈔支付的 日子應該都很快會到的了 好啦 那麼多謝你先 好快的 好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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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 怎麼樣 對於這個科技的發展 我這次是覺得很開心的 我就感覺到孫東局長 和運輸處 這次是做得挺好 因為這個做法 是令到大家覺得 咦 是啊 我要轉變 我沒有辦法 我跟著時代的發展 香港就不可以落後的 你怎麼看呢 我認同的 第二 我很想覺得 為什麼一開始呢 而會令到人產生 用這個麻煩了的想法呢 而覺得 又不是很想去使用 就是會不會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政府在這一方面 那個解釋和宣傳要多些了 如果不是 就不應該發生這些事件 有人反對 如果是一個這麼好的政策 是否因為那些人誤導 就是不知道 原來的流程是這樣的 很簡單的 只不過你 別人覺得很複雜 好像很複雜 這樣會影響了一個 政府每一次推出一個政策 如果都是這樣的 令別人覺得 以為是麻煩了 而不去試 那麼你的科技 都是百出的 所以我覺得宣傳這裡 你認同一下 戴維臣要再清晰多些 是嗎 這當然是我的看法 這個情況其實挺特別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覺得 有一個問題是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都是習慣了 在處理上 用自己慣用的模式 如果用一些新的模式 其實對大家來說 會造成一些不方便的 這一點我就是看到 現在的特區政府 在做一個跟以前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 我現在要走的了 你要適應社會的轉變 這一點我覺得是反而不錯的 是其是非其非 我就是這樣說的了 譬如現在他做得好 我就覺得 他在整體上的工作 是真的做得不錯的 在這一點上 大家都要適應變化 如果不是 就遲早變成英國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我相信Sky也認同 對嗎 當然認同 我很希望政府繼續這樣做 就是覺得 正確的事情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要強行 都要推出的 讓別人去適應 沒有理由 我們要問所有人 那我們就慢了 我覺得是對的 戴衛船是對的 我也認同 政府這些是一些 方便利民的政策 是要繼續做的 不要讓他停 不要讓他停 還有要強力一點去做 就是有些事情 你明知道這件事是對大家好的 方便的 就不要聽 不要管這些無謂的雜聲 繼續做 市民一定會知道 和感受到 我們提升了我們的生活質素 對不對 方便了 我真的這件事是不能說的 因為你們在內地這樣 一段時間你一定知道 那個改變是很大的 因為我聽聞這些朋友說 我都覺得很新穎 就是其實很多事情 真是這幾年 可能幾年 就已經是幾年就是幾年了 科技的日新月異 就跨越了很多 已經 由我之前見到深圳的 都有很多廢氣 到我再去去 轉了電動的的士 很多車 那空氣真的非常之好的 就是想起了 就是幾年前的 那我想這次 如果我再去的話 我想 體現到更多更加新的東西 這些是時候改變了 其實真的有擠塞的 如果開車人士都會覺得 如果你用那個是 反而頂回頭 有時候 給錢更快 那條龍 那條龍計 那條龍計 就是如果你可以這樣說 直過 那我覺得 那當然好 香港塞車問題已經嚴重了 如果再塞車在收費 我覺得 是好的 當然要繼續推動 好 那我們進行 下一個議題 下一個議題 就是說 《級十九歲的我》 這一套電影 Sky 有少許看法 雖然鳳Sir說過 我也想問一下 Sky 你的觀感是怎樣 Sky 這件事我看了幾天 大家都建議 不過我看到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 明明是一套 好像紀錄學生的成長過程的電影 突然間呢 政治化了 我覺得 為什麼那些人在那裡反對 反對的聲音是什麼人呢 那個正常人的反對聲音沒有什麼 我看到的是 那些黃人的反對聲音非常強烈的 反這套戲就搞到 裡面 因為裡面的其中的內容 也有一點講關於 輕微賴島佔中 這些情況的 因為是一個歷程來的 這十年 所以我覺得是政治事件有關 是在於 因為張婉庭就加入了 我們政府一個 推動我們香港 政府的 接下來 我們現在的發展 這件事很重要的 就成立了一個 推廣香港新勢力的專責小組 他們是其中一個被邀請加入的人士 想想一個 他們覺得所有加入政府 和政府有關係的人 或者做政府某些宣傳的人士 都會被他們盯死的 我覺得就是 這件事 整件事我看了這麼多 可能有很多各國的內情 包括 為什麼會留下女車臣的轉口 就是他很厭惡地留下女車臣 大家應該知道是誰 李衛斯 我直接說 是啊 李衛斯 對這個人 我覺得他這樣反口說 誰訪問你 這些我覺得很反感 對於一個我們香港培育出來 真的 為了你 我們香港建立一個單車場館 所費不菲 有幾多人去玩這件事 是專業訓練來的 我很記得當日他拿了獎 時任是上一屆政府 林鄭月娥女士 對他通賀 他那種冷博的表現 我看到真的有點渴顏 我們陪促了你這麼多 可悲 不是可悲 應該說是可悲 可悲 真的可悲 可悲 應該是好的 我覺得自己不及他 真的可悲 尤其是李衛斯 其實 只是香港人 但是 你不可以否認自己是中國人 你在體育上高 有幾多的成就 不要忘記 都是特區政府 還有 不管你是什麼政治立場 大家都幫你手 為你打氣 如果覺得喜歡 黃 又覺得 只是一些 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 你覺得不值得去 跟他們相處 那很簡單 你就離開香港 你就不要要香港的身份證 這一點 我覺得 語氣雖然比較重 但是我覺得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還有 今次 你的訪問是一個公開的訪問 你有沒有肖像權 你是不是真的 逢親和政府有關的 你都要 覺得要去反對呢 我覺得真的要想一想 你如果 你不感恩的話 儘管離開 沒有所謂的 那就當少一個 就少一個 但是 我也希望他想清楚 你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是否要感恩所有的人 對你的幫助呢 如果你覺得 2019年那件事件 是特區政府不對的 雖然我們也覺得不對 但是 你一個 愛護自己國家 是非常正常的 我想沒有一個人 是想破壞自己國家的 但是 現在到今時今日 我覺得 這個情況 我剛才和Skyi 談過 是沒有任何改變 反而只不過是收藏 在很多事情上 不顯露出來 你是有政治意識 但是實際上 是有非常強烈的政治意識 在裡面 是不是Skyi 是 而且我認為滲透了在不同的層面 包括電影 而且我看到最近 就是那個關於 《業主立案法團》那裡 就將那個維修外場費 就開了很大條數 而且其實他們裡面 不只是這樣 表面看就是 一些維修事件 將它放大一些維修費 而敲詐 我認為是屬於 但是裡面 其實他們鼓吹 就是這個 法團 要製造矛盾混亂 推翻維修工程 罷免屋院法團 和管理公司 其實也是聯港勢力 滲入屋院 方界維修費 就是這件事 是大公佈 就是 發現了這件事 然後當然公佈給大家聽 發生了這件事 我看到覺得 竟然牽涉了這麼多個屋院 我覺得都挺誇張的 其實之前已經很多 19年之後 已經很多這些 說滲入去那些 《業主立案法團》裡面 做了很多很差的事情 例如 例如 關於所有我們救護護物資 都竟然 不讓我們拿進去 送救護護物資給別人的 就是這樣 在這些疫情裡面 他們都可以做到很多這些阻濟 我覺得這些是離譜的很重要 就是越來越滲透 就是每一件事都關政治事 就算最近看到黑蓋問題 又在那裡大放 放大無數的大 其實又是指在 揮黑我們的內地同胞 這些景顯示加起來 當然是死心不惜 依然是反國家 反我們內地的內地人 我覺得這些很離譜 你不喜歡就走 我真的很想說 大道Sir 除了這件事 你看到《業主立案法團》 這件事 你覺得不都是很過分 我曾經 那時候 2020的時候 其實真的有網友 就跟我說 有關《業主立案法團》 被很多黃人介入 那他們的時候 是要霸佔《業主立案法團》 因為 因為他們 在裡面 是不是獲得很多利益 我不知道 我也不敢說 但是 對於很多市民來說 其實他們 面對著這一幫人 例如維修 我們也看到很多 真的是天界維修 而且 還有很多的情況之下 他們可以滲透著 他們的自己思想 去令到 他們得益 這個 奪權 又或者 變成一些 亂港人士的 票倉 其實這些情況 真的 經常都看到 那時候 我在東區 跟朋友見面 或者聊天 大家對這個問題 心痛惡絕 最重要的是 這次看到 好像 太和村 清麗縣 長安村 甚至 翠平村 這些 屋院的法團 其實已經被一些 黃人攻陷了 而且 位於西環的私人屋院 例如 海都樓 將軍澳的租致屋 翠林村 等等 甚至 很多 我們看不到的私人屋院 其實都是一樣的 大家都一樣 那你說 這班人 為何要這麼積極去做呢? 其實他們覺得 咦? 我還有機會 玩東西 但至於 他們會怎樣玩呢? 我相信 大家也想到 就是 借著這件事 看看有沒有機會 進去議會 或者是選票 對他們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是 可以老老實實告訴你們 想都不用想 你不要以為你們自己很聰明 其實 有多聰明呢? 你自己看不到的整個情況 或者整個環境是怎樣改變的 現在香港 其實 將會有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這一點 是我聽到一些朋友 所透露出來的 小小訊息 不是這麼多人知道的 但是 我找時間 做個節目給大家 跟大家說一說 其實我們看到 有很多 還是號稱 民主黨 又或者一些獨立人士 他們又 2014年起 例如一位 民主黨的莊榮輝 和同一陣營的 兩個前立法會議員 成立了 所謂的反維標大聯盟 這個反維標大聯盟 其實是否實有其事 其實不是 都是為了政治操作 那這班人 在搞搞振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希望 去拿到更加多的票 去令到他們的政治操作 可以搞定 但是 大家看到 現在初選案 或者叫做35家案 大家看到 其實這班人 最終 都應該逃不過法網 現在也有大部分人 是認罪 只有十多人 就不認罪 那這十多人不認罪 我就會聽聽他們 抗辯的理由 大家看到 我逢9點15分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個節目 說回35家案的情況 是怎樣 很多的影片 就已經是展露出來 大家看到 喂 是不是證據確鑿呢? 大家自己評斷了 也看到法庭上高 對於審判這件案的時候 有很多人做染仔 但是做染仔 又會被人嚇 香港的情況 其實面臨著一些 頗大的挑戰 但是這些挑戰會怎樣呢? Sky 你又覺得怎樣呢? 我覺得現在 對立面 連阿布泰 林景南 他的店舖 都有一些黃絲 進去搗亂 是吧? 證明 哪一個想轉回正常人 我當他是轉回正常人 這幫人都是不容許的 是不容許的 他接受不了其他人 是會有所改變的 他們的思想 所以我很想拘捕這幫人 如果出來搞事的話 因為實在是 現在其實我們 我們一直都在復常 但是呢 我發覺 在我們復常的期間 發生了很多很多雜聲 古靈精怪 行出不同的 每一件事 都是衝著 是想搞亂我們香港 發生了 我覺得 莊莊見見 甚至在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危險 接下來當然會有一個大轉變 因為很多人會逆轉 之後呢 就不只是黃藍對決 黃黃都可能會對決 都會發生一些這樣的事 就是 你突然間這間店 變了顏色 或者不支持我們 明天我就去那裡騷擾你 或者 以前經常說不說 什麼 我要去那裡懲罰你 那些是好事 都是會搞亂當 現在我也覺得 這些 接下來會較多的 即是見到 很多人變回 不是變的 不想再犯罪了 不想再繼續沉淪下去的話 那又未走的話 那就繼續自己復常 不是可以怎樣呢 其實 其實 其實有一件事 我就想說一說 那 有關這些 這樣的情況 黃和藍 根本不重要 過去都有很多 不同的政治立場 或者所謂的 政治光譜 現在這個社會上高 如果我們香港 繼續再這樣下去的話 對大家是絕對 任何好處都沒有 只會令到 西方強權在那裡笑 他們會笑得很開心 你看看你們這些傻傻子 我做少少事 就可以撕裂你們了 你們什麼黃藍呢 沒有意思的 大家都是為了自己利益 你問一下 每一個國家的國民 每一個地區上高的人民 其實 他們都是為了 希望過更加好的生活 大家可以想一下烏克蘭 很多人都說 香港變成烏克蘭最好 你現在看到烏克蘭怎樣的樣子 你是不是覺得烏克蘭最好呢 這一刻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如果你覺得這些無謂的事情 你不想發生在自己身上 我說的這些無謂的事情 是死難 是頹換敗雅 當年 很多人都想 覺得很正的 香港變成這樣 但是現在 你會不會想變成烏克蘭呢 只是讀過書的人 和沒有讀過書的人 是差很遠的 我不是說你學歷有多高 我是說你的思想上高 你有沒有了解到 究竟什麼叫學習 究竟什麼叫讀書 你有沒有了解到 你現在 是成為其他人的棋子呢 我們 作為住在香港 你可以說 我是一個香港人 但是抱歉地 一句話都要說 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你是身處一國兩制之下 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 既然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 那麻煩你好好地去建設這個地方 如果你不喜歡 你絕對有移居 或者離開香港的自由 沒有人會限制你的 只要你按照你現在的情況 去做回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可能 你取消你的身份證 又或者是 你去做一些動作 你加入某一個國家的國籍 但是 我就覺得 既然你要加入美國的國籍 那你就 回不回來 你就自己想一想 如果你真的愛香港 你這個是不是叫做迫於無奈地走 在當年環境不好的時候 我覺得你叫做迫於無奈地走 說你想追求更加好的生活 但是 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要離開 你就必須要承擔你自己的責任 這方面我是覺得 是我自己個人的觀感 可能有很多人同意 但是 我自己的一個看法就是 當你面對著一些問題 大是大非是必須的 還有 西方國家 並不會想你好 了解一點 因為 這裡不是他自己的國土 不是他自己的國家 他只是想借著你去破壞你真正的祖國 去破壞你自己國家的平穩和發展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你過得不好 他們才會覺得我才過得好 如果他過得好過他 他絕對會覺得你不應該得到 除非你是加入他們 例如老英 你就加入他們 他多開心 喂 可以收割你 你搬錢過來 令到我可以 GDP增長了一點點 不會再落於經濟衰退 多好 有些傻子過來 非常開心 當然 我們覺得這班人 其實他們真的要想清楚 究竟他們想要過什麼生活 是不是要給一個 曾經是海盜的地方 去搞搞不得 去玩你呢 以及 你裡面 會有得著什麼 你真的要自己想想想想想 同一個 老實說 剛才SKY跟我講一件事 其實很多人 現在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 去抹黑我們的國家 是不是Ky 是 沒錯 尤其是最近發生了很多事件 例如有人警告有人在大街大巷便利 之前我們也提過的 又說是我們的內地同胞 誰知道被人踢爆了這些相片 是19年的時候《蘋果》買回來的 是獨媒的 一點點的相片 因為有奇怪的媒體去引述一些 有人說 發出來有這樣的相片 但是裡面的內容竟然你看看內容 但是日期時間是不知道的 這些媒體現在都拿著來賣 其實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附外那些黃人 我幫你唱大一點 你有這些給我們繼續放大它 例如恆黑 到處見歷 每逢有什麼骯髒的東西 就很喜歡罵內地人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這幾、三年 你們沒有內地人的情況下 你們都弄得地方很骯髒的 其實周圍 就是千萬不要冤枉我們 還有最討厭的人就寫了這些評論 真的是復償了 因為竟然有人來這裡繼續咕咕 他們下來都是做這些事情而已 這些我覺得非常反感和低能 之前那些活摘的那些器官 那些輪子供沒有分別的 其實都是屈的 我還不肯定是不是 但是我看到有些 我不知道那些媒體這麼喜歡去放大一些 其實有關係的 我最近發現的一件事 其實真是黃人和一些媒體 是在附和著大家 所以令到這件事件 成為焦點 其實那件事可能不停止 你留意也不會留意一件這樣的照片 你有什麼好看的 就是為了什麼 撥客 傳媒有沒有幫忙 當然有 助力嘛 怎麼擴大 引述有人說 引述有人聽他們透露 很喜歡這樣說的 但是我很希望將來的法例 即是規定 傳媒方面 你有事實根據才可以說 不要引述一些 不知道日期 不知道時間的某人說 喂 我可以不負責任這樣 任你宣傳的 所以我覺得傳媒這方面 真的我發覺最近的紛爭 傳媒都是功不可媒 幫到手 任何東西都加把嘴 即是一件事就是這樣 無限無限方大 是很荒謬的新聞 看到有人說 賣身撞腹 也有人有個阿婆 說自己家人有事 需要一些錢 但是竟然被另一些 黃的媒體 他們說出來 竟然說有人在網上賣身撞腹 但是是一個阿婆 即是說他騙人 是阿婆 今天阿婆就說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說我賣身撞腹 我幾十歲才是撞腹的 現在是我的兒子有病 寫的也是范啟字來的 這一群我不覺得是所謂的內地人 特地來學你的范啟字 而去恆黑 然後被他們無限放大地拍照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不健康 很不理想的 即是說這群人做一些很低能的事情 但是有人幫他附和 這樣就變成一件 個個來討論的事情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討論 即是 演技的 最近你也有看到 有恆黑 恆蓋 說是假的 轉頭 會走會走的 這宗新聞 你有留意到嗎 你對這宗新聞 你覺得怎樣看呢 我講真一句 我不是在現場 我不知道真假 但是 在香港的環境裏面 是真的有不少貧困的民眾 要出去恆黑的 這個是我們其實在街上 都有看到 有哪些是職業 有哪些不是職業呢 真是很難判斷 尤其是我們過了幾年裏面 我們看到很多有些集團 就找人下來 去進行這些工作 每天都賺到不少 那到底是怎樣的情況呢 我覺得 警方就要去 試一下去處理 以及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是不是 下來了 內地的朋友下來了 或者原生他們是香港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呢 內地 我自己發覺到 在我外面的時候 是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 而當有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在街上榴槤的話 我不會叫他們做黑蓋 我只是覺得他在街上榴槤 在內地 自然會有政府部門 出來去關心他 問他 你需要哪方面的幫助 有什麼我們可以幫到你 甚至我們看到 有些店舖 內地有些店舖 香港也有的 如果你真的生活有問題 那時候你進來吧 你吃點餐 我是免費給你的 其實同情心 我相信 中外皆有的 無論你是中國人 香港人 甚至是外國的 很多地方 大家都會伸出援手 但是 就不要利用 大家的同情心 那這個情況 我真的沒有辦法去評論 但是你說 是不是有人故意地 去做這件事呢 當市面上很安靜 你其實 如果在香港 去請人幫助 或者大家所說的 職業黑蓋 行黑 其實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什麼生意 因為大家可能都是 碰行碰過 又怕病毒的關係 大家現在復償的時候 當然有些部分人士覺得 咦?我可以再出來 去土生活 或者是令到我生活過得好些 以前我們都看到一些報道 就說有些人士 就租住一些屋舍 那時候就教他們 你怎樣做 又或者曾經聽過 就是有些小朋友 就在某些地方過來 然後 就原來是失足人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整體上 那個社會 是一定 有不理想的那個層面 就是貧窮的層面 又或者是好的層面 但是怎樣令到 這一班的市民 或者這一班的人士 得到幫助呢? 我覺得 在我們中央政府 是做得非常之好 你看到我們真的脫貧 大家都看到 我們的脫貧工作 國家的脫貧工作 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香港呢 更加要解決相關的問題 因為很多無醫的老人 劏房戶 甚至是農屋戶 是需要幫忙的 他們在生活上 其實他們未必 是不想過好日子 但是 外於無奈 和特區政府的一些政策上高 未能夠如意地 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這個層面我真的不知道了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評論 究竟這些是真和假 我只是覺得 如果有些問題的時候 香港的社會福利署和警隊 可以出來幫忙 了解一下情況 解決了 有關人事的問題 那是最好的 不是施捨金錢給他 不如轉嫁他去 社會福利署 看看有什麼事情 需要幫忙 這樣是不是會好些呢? 還有在2019年的事件 相信大家都有看華記的節目 有些人年紀輕輕 就流離浪蕩 家庭又回不了 整體上都很悲哀 這些是需要別人幫忙的 但是你說 有些需要幫助的人 是不是就這樣會沒有了呢? 其實不會的 每個社會裏面都有 那怎樣幫他們解決問題呢?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希望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做多一點 我真的沒有把握了 Sky,不好意思 不重要 我想說回 其實大家市民都要注意一下 其實恆黑是一個罪行來的 是違法的 在香港 是的 街頭恆黑 最高判囚是十二個月的 其實是有這個法例的存在的 所以 希望大家有事的話 其實真的找到其他地方去幫你 就不要隨意恆黑 因為恆黑 真的是受到香港 簡易程序 治罪的條例 管轄的 任何人到處恆黑 或者任何公眾地方 街道水道恆黑 或者索取施捨 都會導致這個鼓勵 還有導致鼓勵任何兒童 就是帶小朋友做出上稅的辭情 都是困屬犯罪的 都是違法的 最高是要坐十二個月的監禁 所以大家不要墮入這個法網了 看一看醒大家 有這個法例的 我相信警察到場 其實都有 真的有試過的 是到場去 就是說 因為他恆黑推捕 但是最後都是 轉介了 有幫他轉介去持選團體 各樣的 其實你說香港這個 有沒有飯吃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以拿到飯吃的 例如一些 舖頭 有些舖頭挺好的 放一個雪櫃在門口 那個雪櫃會放一些 賣剩下的飯菜 一盒盒的 或者一些水果 給一些露宿者 或者有飢餓需要的朋友 可以去那裡拿的 其實是有很多點的 其實這些是市民做的 那政府也都有的 那些食物銀行的 其實如果去到這些 我覺得 有些老人家在街上留念 會不會 我覺得真的需要多些關懷 關心 對 不要利用他們這件事 如果你說最真實的 你們不是更差 在網上那些 是嗎? 周圍拿著那些 這些 這些真的是 大腫黑衣了 是嗎? 這些更加不好做了 這是2019年之後的體驗 是嗎? 這件事 我想在可見的將來 都不會再出現 不如像陳雷骨那樣 拿著一個交商到處去籌款 這些情況 就不會經常 即是不會見到的 至少在這段時間裡面 但是將來會怎樣 我就不知道 不過我希望 以後都不會見到 那就最好了 其實我們說回 最後一件事 這件事是我做節目之前 我看到的 就是 教聯會的會長 即現在的立法會議員 劉志鵬 建議將中國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科 由選修科 改為必修科 而且改名為 中國歷史地理 和文化科 這個當然是很好 因為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是需要這樣做的 但是教聯會 諮詢過 很多會員的教師 他們就不想 這麼快有變動 這件事 其實我跟大家說一說 一個情況 一會兒和Sky 聊一聊 內容大家怎麼看 其實 我們看到教聯會 諮詢了 會員教師的一些意見 普遍都不同意 將中市列為高中的必修科 因為高中的課程 剛剛才完成了改革 現在需要平靜的環境 做好公社科 異靜就不移動 其實 教聯會的主席 黃錦良就說 他理解 劉志鵬身為歷史學學者 對方提議將中市列為高中的必修科 加強學生認識國家 絕對是應有之義 黃錦良又說 只要搞好兩地的學術交流 令到本地的學生 能夠多元化學習 都可以學到歷史 雖然 情況現在不是很理想 很多老師覺得 你中市列為高中必修科 是不應該去做的 我也是體諒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來說 你會看到 課程的確是非常緊 很多老師 其實真的沒有時間去教 或者課堂的時間 根本沒有辦法 多放一課下去 這個情況 我們是非常體諒的 但我始終覺得 中市科 都是必要的 你如果沒有中市科 大家對於過程的了解 是不夠深入的 你怎樣愛國呢 亦都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 我覺得 可以慢慢 將公民及社會科 將它的內容增加 增加 變成 中市 公民 及社會科 這樣就最好了 尤其是歷史是加重的 這樣對所有學生更加好 你不用多一課 但你仍然會學到歷史 以及歷史 是最主要的份量 你可以有七成或八成的歷史 那麼 大概 20-30% 是公民 或者是社會 其實是可以的 那為什麼不行呢 那 我就期望 現在你說馬上改 就不太好 我就放遠一點 希望 五六年之內 可以加強 內容的改革 那就更加好 因為讀歷史是必須的 你沒有理由作為香港人 是連中國的 我們自己國家的歷史 是完全不知道的 這個是絕對 沒有辦法原諒的 那麼大家可以將這個職責 就怪罪於當年的羅藩招勳 好 SKY 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覺得真的要加上 其實現在你想想大家 2019年發生的事件 會不會有些人根本不知道 我為什麼愛國呢 我對國家一點都不認識 或者對我們本身 我們中國 中華民族的歷史 一點都不認識 就很容易被人洗腦 你不知道 你沒有讀過 你是白一胸 一張白紙一樣 人家放什麼進你的腦裡 例如通識科 那些什麼鴉片戰爭 其實是為了你介意 這些 這些題目 都可以擺出來討論 有什麼討論的空間呢 我覺得這就是通識科 剛剛大約Sir在說 磨飯招勳 我就是想取代這一科 真的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 我有想過的 關於是教育的問題 為什麼我說是教育的問題 就是因為沒有了這件事 為什麼我們以前讀書 我們知道國家是怎樣 知道我們中國歷史是怎樣 是怎樣會變成由現在 因為每個朝代 回到現在 我們現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 你完全是不知道的 人家說什麼你就信什麼 所以很大件事 我認為不少事 我覺得絕對要加上去 我覺得是必修科 我真的不是搞笑 我沒有聽過其他國家 我問過很多人 我也是在英國 英國是必須要修 我們英國的歷史的 沒可能不修的 因為你沒可能不知道自己國家的事情 沒可能的 讀書裡面是缺乏了 如果對自己國家不了解 怎麼可能呢 連近代史都沒有 就更加離譜 你怎麼知道 從以前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理解到 中國 變成很強大 變成很邪惡 是他們想的 因為沒有歷史信情 我們知道 可能我都未必足夠的 我都會看很多東西 去修補這些空白點 因為自己不知道的 就要去看怎麼接軌 那你才知道怎樣 有沒有改變的 因為說它壞就壞 那怎麼壞 其實你都不知道 全部人都告訴你 那一年 所以我看我來說 我絕對贊成 真的要加下去 有些科目我覺得 反而可以加起來 但是歷史和近代史 我覺得 你不要說說什麼 共產黨黨史 以香港有什麼理由不知道 我覺得很離譜 這件事 不可能 不然為什麼你會覺得 我們香港被殖民 是一件沒問題的事 你還很嚮往他們 就是告訴你 沒有歷史都在 不知道歷史的屈辱 你怎麼會說得出 日本是你的鄉下呢 因為你根本沒有讀歷史 喂 第二次世界大戰 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日本怎麼侵華 不知道嘛 不知道可以認察作婦 所以你說是不是很嚴重 我覺得要加快 你說慢慢改 我知道是困難 但是我們從以前曾經有 那怎麼改到沒有 那用了多少年時間去改呢 想回那個進程 曾經我們有過 不是突然加出來的 是某一些東西取代了他 現在我發覺 取代了他的這一科 根本教不了什麼學生 有什麼理性 什麼思考批判 只是歪曲了歷史告訴他 所以就變成這樣 所以就變成這樣 OK 好 其實呢 我有些東西要表達一下我自己的觀感 第一 回歸前 我們是英國殖民管治的時期 英國人呢 就很不想你很深入的了解 究竟什麼是中國歷史 所以呢 有分甲月丙祖 那現代中國呢 對不起 沒有說到的 儘量淡化去 那回歸後 董建華先生 就首任特首啦 羅凡昭芬 就教育統籌啦 其實是做錯了很多事的 泰國釣意輕心的 那麼覺得呢 有時候我們應該接軌西方 就不要一尾是說中國 但是我們發覺到呢 是有很多人 其實受了好心西方思想的影響 和在殖民管治之下 他們已經不視為自己是中國人了 所以呢 可以掃點王中 這點是相信很多朋友都同意的了 尤其是一些曾經從事過教育的朋友 他們更加很清楚了解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好了 但是問題來了 現在是回歸了一國兩制 撥亂反正 完善選舉制度 又亂及治又治及談的過程 我們是不是真正要回歸祖國 你現在是學習 你是需要從歷史開始的 而歷史這個課目呢 我相信是必修的 是一定需要的 你靠其他的活動 當你不需要考試 就什麼都不是的了 你怎樣令到我們增加國民意識呢 其實就是中國歷史 很簡單的道理來的 現在很多人是想洗年輕人的腦 就跟你說 你是一個世界公民 你不是中國人 你亦都不屬於香港人 你是世界公民 你應該以西方的價值觀為價值觀 這一點呢 我是覺得很危險的 那為什麼 講回頭 為什麼我要做國家安全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 我們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如果我們掉以輕心 將歷史和國家安全 拋諸老後的話 中國將會非常危險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看法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Sky 還有什麼要補充 沒有啦 差不多 很豐富的內容 對呀 感謝Sky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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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